本届世界杯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,但其中有多位球员可能是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,其中包括37岁的C罗和35岁的梅西。 官方总结的可能退役的11位球员,平均年龄已经达到了35岁以上。 不难看出,随着营养和恢复技术的进步,职业运动员的生涯能够持续更长的时间,但他们的竞技水平仍旧保持着高水准。 那么,这其中他们的秘密武器是什么呢? 37岁的C罗在2016年被确诊为肌肉纤维撕裂,撕裂长度达到1.5厘米。 为了不影响后续赛事,缩短康复期,其医学专家团队为C罗确立了干细胞修复方案。 C罗以最快速度恢复,并带领葡萄牙,勇夺欧洲杯冠军。 无独有偶,作为另外一位本世纪最伟大的球星,梅西于去年在马德里,一家专业治疗机构也接受了细胞治疗。 梅西因左腿腿筋不适,膝盖疼痛,因此选择干细胞治疗,主要针对受损的肌腱、肌肉等恢复,让受损部位复原。 2014年的世界杯,阿根廷球星迪玛利亚,因右腿肌肉撕裂,被确诊为肌肉一度拉伤。 赛后,阿根廷足协为迪玛利亚进行了干细胞治疗,一来减轻腿部的疼痛,二来可以加速受损细胞的再生,效果十分显著。 干细胞同样使37岁的莫德里奇提前回到球场,并让他的身体机能一直保持在巅峰状态。 除此之外,孙准浩、阿归罗等也曾接受过干细胞疗法。 干细胞治疗并非某些机构宣传的神乎其神,但是在某些适应症上,近年来确实取得了不少成就,也必然是未来医学的一个方向。 更多干细胞治疗详情咨询,您可以扫一扫视频中的二维码,或在视频下方留言,与东阳医疗取得联系。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,就请点一个赞再走吧。 您的支持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詞曲 李宗盛